各位港迷好 今天介绍什么呢 这个 什么都要想买 那样好我们就买 这个是野生 的鸡骨草 通常我们买 都是一些干了 为什么野生会有什么好 第一它新鲜 你见叶仍是绿色 第二就是 最好处就是 我们不用分有没有怕硫黄 去制装鸡骨草 所以就安全好多 野生香好多 鸡骨草有什么好呢 就是清干热 清干火 潤肺 还有什么 清热解毒 夜睡 烟酒过多 打边炉多 韩烧刀 这些就最适合了 今天煮怎么煮呢 第一 用回我们的脊骨 黑毛猪脊骨 飞水了 这些泥牌东西 然后还放什么 多少蜜棗 我们人多四盒 多少蜜棗 少少红萝卜 放了粟米甜 然后 猪环尼 猪环尼 猪环尼可以用什么功效 最夹的 最夹的功效更好 去猪肉桌买就可以了 回来飞水 飞水 飞水就可以了 接着就拿这个 鸡骨草我们洗干净了 通常那些叶就会分开了 那些叶就建议用那些煲鱼汤的袋 接着它 另外就是那些叶 我们另外就可以 就这样烤水也可以 这些骨骨草用两盏 两盏的分量 先放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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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好蓋盖 2个小时后再看看制成品是如何 2个小时后见 2个小时后见 拜拜 好 好了 这些汤已经熬完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发觉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多盒东西在煮 这是什么 它在煮什么 猪肠 对不对 为什么在煮猪肠 对 对 是 所以这里是无其不佑 好 煮汤终于煮完了 都煮了两个多钟 可以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就是叶骨草 刚才忘记 不知道有没有说 洗的时候记得往沙姬躲着它 因为这些叶会散出来 其实很香 记得这些叶 就用个好像煮鱼骨 煮鱼汤这样拿个勒 拿着 勒 勒 不然就很大锅 煮完汤之后 就好像那些薯叶散在地上 那样 那 试一下味道 这个呢 这段 打边炉多 含烧多 真是 好好 还有 真是 外面好少好少好少 都可以买这种野生的葡萄 好香 哇 嗯 它那种 那种 喝完下去那种 那种 那种 喉咙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它就不是很像我们平常煮的 红萝卜 西藏菜那些很甜的味道 它不是的 它就喝下去喉咙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那种 记住 这个汤呢 鸡骨草呢 是 润肺 解毒 清湿毒 那些 这些时候呢 就很适合喝的 那 今天诚意推荐这个 野生 鸡骨草 今天很多人在店铺看到 都马上买了 都没见过这种野生 新鲜有叶的鸡鸡鸡鸡 最主要就是 没有被硫黄分割 还有 你开袋已经很香一层 那种叫做 我想说野草味 还有一种 很香的 herbs的味道 那种不同 外面的已经干了 没有味道 所以大家煮 就用这种野生鸡鸡鸡鸡煮汤 阿